大家好 我是豆妈 不管是肉还是菜 万物皆可征 今天和大家分享 征茄子新做法 纸茄子两根去地 斜刀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湿 粗细关系都不大 看心情吧 放入盘中 然后放面粉 用筷子拌匀 面粉要多次少量添加 拌匀后放置三分钟左右 让茄条回软 吸收面粉后 再次撒面粉拌匀 这样蒸出来的茄子 口感好又香 锅中水开 放上蒸汽 铺上纱布 把茄条均匀地铺在上面 中火蒸8分钟 时间到打开锅盖 取出倒入盆中 趁热放半勺盐 用筷子挑开冷却 准备料汁 蒜粒切末 红椒切丁 红椒可用小米辣代替 切点葱花搭配颜色 放少许白糖提鲜 一勺生抽 两勺香醋 一勺芝麻油 一勺制制油泼辣子 搅拌均匀 装盘即可 蒸菜是烹调方法中最健康的 它能最大程度保留食物中的营养 而且吃了不上火 相信我茄子这样做比油杂更好吃 我用过去 你还要做 是一种 用的